赘述 再重讲 所以请各位就是自己再把这个加上 就是效果 就是要有这样的效果 清楚 然后最后变成这样子 表示你今天学的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也学 蛮多按钮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了第一个 学了第二个 这个是你们回去要再练习过的 如果你那个细节不知道 或者忘了影片再看过 OK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子练习 你说你要把VBA 学到能够用在你工作上 还是很距离还是很遥远 你要真的能够用 第一个要知道怎么用 第二个还要熟练 很多人知道 但是每次都会忘东忘西的 对 然后不然就是说少打一个 或多打一个 或打错位置 OK 如果你那些问题都没有发生的话 那应该用起来我觉得还OK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 没什么问题 用得蛮开心的 而且你用 你会用之后 你就回不去了 对不对 就像你用习惯智慧音手机 谁还用弄去 摔不烂你又如何 对不对 像智慧音手机 还很容易就坏 那萤幕很容易破掉 但是你还是要用它 为什么 因为聪明的方法就是要提高效率 对不对 你总不可能回头 OK 所以这东西其实 而且未来 世界还在改变当中 以后所有东西都跟城市有关系 不是只有这些东西 而且城市现在还要让它不只是能够活 还要让它变聪明 电脑还要自动帮你 而且它还会有 变有AI的 有智慧的 你要让它变得跟人一样 所以有些人的工作 可能慢慢会被取代 对不对 不过它还不会这么快 可是会慢慢的发生 多久不知道 可能五到十年内会慢慢发生 而且如果你工作上 重复性质越高的 变化越小的 越容易被取代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多练习 城市真的没几 基本上的话 就是几个地方来完成 待会的话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 所谓的表单部分 也就如果今天 我希望 在这个表单里面 我希望做哪些事 就是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它的名字 然后它总共有点像面试的层期 总共会有三个 那也就我今天希望 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个东西 然后可以让 我可以直接输入资料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它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 比如说姓名 直接帮我丢到这边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输入完之后放这边 三个乘期 那至于呢 这三个乘期有没有 这三个不用输入 因为你不能说平均多少 难不成我要旁边 准备个计算机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这四个是我们要输入的 这三个是自动带出来的 那它怎么自动带出来 也就是如果说 它输入完 假设像这样 它的名字 我就AAA 比如说这个人名字 Enter 它成绩随便输入一个 Enter 输入一个 最好是Enter之后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丢到这边 而且自动产生这三个乘期 有没有 这三个结果 所以基本上游标还在这里 最好是我按Enter之后 它能够怎么样 帮我这边清空 游标呢 再回到第一个 那这样不就可以输入下一个吗 这样就更完美了 有没有 如果你的系统 你的椅子里面有这些东西 那你平常要输入一些东西 就打一打 Enter 打一打就 那我示范一下 可不可能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 而且甚至我们框线也顺便画完 有没有 本来没有框线 再来BBB Enter 它的成绩多少 有没有 输入完之后 Enter 有没有 又自动框线又画完了 其实这是自己写的 那当然以前这种东西的话 可能需要工程师帮你写 不过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会用VBA的表单 基本上 它会自动产生 最后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关闭 下一次如果要再启动 这边有个启动表单 也又可以把它启动 你又可以继续输入东西了 这要怎么做 接下来重点就 我们会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如何把这个表单 把它建立起来 有点像那个画小画家一样 反正你如果会用小画家 我想你这个画这个应该 应该也会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就要处理所谓的 按下这个按钮的事件 它要能够处理我们这些动作 然后把城市厨房写出来 还有最后一个就防呆 所谓的防呆就是说 如果说假如有些人 他什么事都没做按新增 没有成绩 也输入的话 城市会错 所以你要怎么防呆 防止按新增 有没有 请输入姓名 如果他输入了 他又按新增 请输入这个 有没有放上去 这个叫防呆 OK 有没有 你只要有一个不输入 我就不给你过 不然的话会出错 城市就防止错误 第一个防呆 第二个防呆是什么 如果他有输入了 但是输入120分 可是成绩最多只有100分 所以怎么办 按新增可不可以过 还是过 那显然这个防呆没有防到 那我们应该防止他如果成绩不在0到100之间要把他挡下来 不然的话错了怎么办 那里面你下一次要错了 然后你要打另外问他成绩是不是打错了 如果说你事实跳出警告跟他讲说你输入有错误 对不对 然后他就不会错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假设他输入什么 输入的成绩 这个都对 但最后一个成绩呢 他输入什么 他输入一个英文字 或者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中文 那是这样这样 80 那80分如果你要平均 在这边一定卡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他看不懂 他不把它当数字 所以无法计算 怎么办 如果他输入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应该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我不知道这成绩 我成绩有没有写 我新增一下看看 这个时候警告他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否则我看不懂 这个东西不对 你也不能输入英文 你也不能输入中文 一定要阿拉伯数字 那把它删掉 游标再放到这边来 你有没有删掉了 这样的话就很人性化 80 这样按enter 就OK了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把该做的做了 然后该挡的挡 我想这样一直往下 也感觉就还不错的一个系统 以后的话 你用这个的话 你会用得很顺手 那就不用再一直去校对 说你东西到底有没有输入正确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表单的话 我这个先不要储存 OK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的那个云端白板的逻辑函数 这边有一个设计表单的把e-sale当资料库来存资料 那这个里面 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做刚刚看到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 我现在这个又把它恢复了 跟各位一样 第一个我们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如果说我要增加一个表单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之前用模组嘛 那这个时候按右键插入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制定表单 就是这个东西 在模组的上方 那要怎么做 首先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好 再来的话 这个大小可以调整 这个也可以移动 工具箱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检视里面找到工具箱 那所谓的工具箱就是 我要在这里面放什么样的控制箱 这个所谓控制箱有点像零件嘛 一个这个缝就有点像一个平台 我上面要让它长得像什么样子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待会 大概会用到的这个叫 这边的叫做label 就标签 这边的话叫文字方块 这边这个叫做按钮 所以基本上这三个东西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这一个 这个大A的话就标签 小A小B就文字方块 就填资料 命令按钮就是button 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们做 基本上就从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然后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由外而内 外观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呢 左上角有个成绩系统 里面把它变成绿色的字 那怎么做 左一游标 点选这边之后的话 如果要设定 相关的 里面的相关的状态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最重要是这个属性 属性里面 如果不小心关掉 请注意 检视里面这边的属性 这一定要打开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左上角 他要更改的属性名称 刚好叫caption 这caption呢 基本上就是控制 他里面要长什么 预设叫什么 预设叫user form1 所以请你把它改一下 叫什么 成绩系统 Enter 有没有发现 Enter过之后呢 这边就成绩系统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他的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呢 其实用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在属性里面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会比较不好理解 主要是因为 他都用英文的 但他又没有把它翻成中文 我觉得他应该要翻中文 但没有 不过从最早以前VVA就长这样 他就一直都没有翻译 所以呢 你只要能够理解 他的意思 你就知道该怎么设定 所以背景颜色叫bad color 所以你点旁边的箭头 再点调色盘 改一个 浅绿色 这样的话 我们外观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在前面呢 点一下 特别之后 拖拉一下 那我希望里面叫做姓名 有没有 长这样 姓名 然后字的话 我用绿色字 那怎么做呢 特别是 拖拉之后的话呢 那里面叫veibo 我希望把它改成姓名 很简单 邮标请你放在下方这边caption caption里面的话呢 把它改成姓名 OK 然后呢 Enter一下 但是你姓名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字太小 怎么办 请你找到底下 一个叫fonds 字形 但是呢 他旁边有个很小的按钮 特别之后 他这么小 所以要找一下 试验同学 都找不到 点旁边这个按钮 那字的话呢 大概把它改成16号字吧 按确定 好 然后颜色的话 前景颜色有个full color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看要不要改 不改 没办法改 红的也可以 那大小大概调一下 调成这么大 那再来的话 底下还要有 另外有三个吧 所以我是建议啦 你当然 可以 再做一个 不过他又会字要改 然后呢 这个相关的很多东西要改 所以我的习惯什么 干脆复制贴好了 那复制怎么 怎么贴比较快 记得按按键键 然后拖拉 拖拉加键键放开 就又一个 拖拉加键键又一个 再一个 这样 请你把里面的caption 把它更改一下 这个放过来 所以这个答案考核 复制一下 取消 再把它切到这边 把这个的caption 把它改一下 Enter OK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四个就几乎差不多了 不过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可能拖拉没有像我手这么稳 一次就可以到位 歪七扭八的 没有关系 如果你歪歪的话 由上往下拖拉 选到他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选到就排头 排头为准 向左看齐 向左看齐 格式里面有个什么 对齐 主控项就 第一个选到白色的 就排头了 OK 那你可以讲 靠左对齐 有没有 主控向左 有没有 排整齐了 然后呢 间距如果大小不一的话 怎么办 格式里面有个垂直间距 色为相等 不过好像已经调太准了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小A小B 拖拉一下 那一样 就是再把它 复制 有没有 再复制 Ctrl鍵按住拖拉就可以了 那只要稳 你会发现一次就到位了 不过如果你不稳没关系了 你就是这样子 再怎么样 再 选取他 然后 格式 对齐 左 然后呢 格式 垂直间距 色为相等 这样就OK了 最后的话呢 再怎么样 在这边再加一个命令按钮 把它叫新增 所以这个 第一个Caption 把它改成新增 Enter OK 字太小了 Font 所以你会发现都一样 改一下 大概16号字 那前景颜色就FullColor 把FullColor改成 红色字好了 FullColor就前景 底色的话因为它 灰色的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就BigColor 把背景颜色改成 黄的好了 OK 这样就OK了 最后如果你要试试看 做完了 怎么看到结果 很简单 磁形 跳出来了 OK 基本上它已经 可以跳出来 只是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如何让它可以 随着我们Excel 开启 自动打开好了 然后可以填资料 填完之后自动帮我把它放在这边来 OK 方便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我把重点再讲一下 一 开启那个你们VBA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二的话记得 由外而内 成绩 记得是在这边 Caption 背景是在BigColor 然后这一边这些 是在这个 这个是中间的 这个是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有点像是 小画家吧 你就把那个画面 给做出来 这样就OK了 那至于颜色 那些 字的大小 如果你觉得 你比较有你自己的审美观 你也不一定要完全照 照我的那个样子 只是说我那个样子是比较自私化的 如果你想要更大 或者是 换一个不一样颜色都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自己 平常用的话 你可以有自己的 自己的Style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 你的 操作界面 由你自己来决定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会 自己设计一点东西的话 那所有的工作流程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做完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给别人输入一些东西 反正他就要照你的规范去做 这样一个好处 以后 别人填的资料就不会乱七八糟 因为你都全部防呆 而且最好我建议 你那个资料都把它锁起来 都把它保护起来 也就是只有你可以输入资料 别的 东西 别人 没办法去动那些资料 好处之后 以后就不会 产生麻烦 因为我发现很多衍生性的问题 都是因为 你的Style档案太开放 那你开放之后的话问题又来了 随便阿妈 任何人都可以去动他 动完之后他又不负 他又不负任何责任 那谁要收尾 就是倒霉鬼要收尾 就是你可能要 如果是你的话 我每天都要帮他们 去解决那些 不是因为你造成的问题 而要去解决那些 重复性一直发生 那倒部 就有些地方把它封锁起来 不要让他乱动 你什么地方可以动 我弄一个表单给你 你要输入资料你就输入 你要 取得资料查询资料 我一个表单给你 你就在那边做就好了 其他地方你不要给我乱动 这样的话我想 相对的也比较一劳永逸 因为我发现很多公司 产生的问题 都是因为人为的关系 而且在输入资料都没有任何章法 反正现在大家都随便输 输入完之后 最后再来想办法 可是问题是 你刚开始都没有 把源头顾好 后面问题就一箩筐 所以永远都在解决 是因为源头没有 把关好 而造成的 衍生性问题 所以我们 只要如果你可以把表单 这个设计好的话 我觉得应该 可以 改善蛮多 因为工作流程而造成的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表单部分 试着做做看 第一个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你记得由外而内 那试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同学对那个环境还不太熟悉 如果你做错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是再把那个 User Phone 1 再插入一个User Phone 2 如果还做不好 没关系再插入User Phone 3 反正呢你做错了没关系 你就可以再换一个 反正直到 熟练为止 尽量去玩没关系 试一下 设计表单部分 速报 好 酱 均衎 Ль 好 好 来 谢谢大家